我借着模型来看看 即是说这就是我们的脚掌 这应该是这个脚趾公 外翻听的名字是否向外翻 其实不是 是怎样为之外翻 譬如这就是我们的脚模型 这就当是右脚模型 凡是我们用地方向性 脚的向外就叫外 脚的内側就叫内 反而这样就叫外翻 是 走过去就叫外翻 因为是脚的外翻 母指定在这里 通常这样就叫外翻 很多时因为脚趾慢慢变形 病人就说着鞋鞋 鞋到全都损了 这是脚掌 我见到美女的脚趾是这样的 像一只高跟鞋 这就是想外翻的一个案例 其实她见到她习惯了 她都没有东西 但这算是一个病吗 是否会痛 她感觉不到 还是会痛 其实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然有不同程度 普通人 大部分我们人的脚 都是正常形 当然有不同人 每个脚形都有少少分别 有些人可能脚趾阔一点 有些人的脚趾就收长一点 我通常见到 穿得漂亮漂亮的鞋的人 通常是脚趾收长一点 是的 但通常人有问题 偏阔一点 我自己也是 偏阔一点 你又要硬折下一些很尖头的鞋 尤其是女士 就像你所说 穿得很久 脚走出来 脚了鞋之后 就变成这样 久而久之 因为长期 关节都迫在鞋 附近的软组织 包括肌肉 筋肩 关节膜 甚至乎 骨 自己都开始慢慢变形 所以开始久而久之 年轻一点的女士 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时 小朋友或年轻的 他们仍然有些油银性 即是大回头 是的 拔了鞋 晚上回休息 做一些按摩 没事 但如果长期穿在很迫的鞋里面 又走得多 脚就真的自己跟肩 慢慢开始变形 变形久而久之便紧了 即使市面上买一些 没有之外的 我们叫拔鞋 打鞋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 有些真的有用过的病人 通常说 没有用的 只是痛的 半夜未睡前已脱掉 即是硬拔回席 但不能够席 是的 因为组织开始变形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何时才知道 它是疾病 例如我一向的脚 都是这样持组了很多年 那何时才是一个疾病 我们要考虑立即处理 大部份 譬如我们就母子外翻来说 大部份人一开始 见到母子外翻 无所谓 走完一天都不痛 无性 休息完又无事 当然这些不会叫疾病 但当你说 去到一些情况 每天穿完鞋 脱了鞋 都是痛 甚至乎有些 譬如我自己都经历过 穿了一个小时 站了一个小时 不行 要找另一方 剥掉鞋 休息了 甚至乎 变形的程度 他自己见到 半年半年 越来越差 再有的是 他开始有一些动力上的问题 力学上影响了 这些位置磨得红了 甚至乎脚趾越来越曲弓 因为你的脚趾越来越外翻 力走到外側 所以就开始形成功能上的问题 骨肤的病大部份都是功能上的 你根据退化也好 你不痛不症不阻 你日常骨肤就不是病 但当你开始有症状 而症状是越来越频密 越来越影响你日常生活 这个我们就叫做 感谢观看